Hello大家好我是奥金智 老规矩我们先到博客看一下文章吧 最近的话 Alist项目一次被卖了 为什么说一次呢 因为目前还没有看到原作者明确的一个官方回复 在看这个视频之前 我建议大家先去做一下印记处理吧 这里我们可以下来看一下我这边文章里面有写了临时的解决方案 目前发现的问题版本是在3.45所以之前的版本应该是相对来说是安全的 首先你肯定得先去查看一下你当前的Alist的版本 你直接可以去到管理后台去查看你当前的版本就行了 这里的话如果说你要继续使用这个 网盘的话搭载的话 你可以尝试去回退 老的版本 或者去新的社区 新的社区目前已经把疑似投毒的代码已经删掉了 所以你也可以尝试去使用这个 但这里最建议大家还是直接去 撤销 网盘的授权 保证信息安全 这里我至于为什么给出这三个方案 我个人的话是直接第一时间去移除了这些 自己已经搭载的 授权 但如果你要继续使用的话可以采取相对应的措施 所以说我为什么强烈建议大家直接去撤销 测量网上有些人评价 说是老版本不会出什么问题 因为他可能不存在什么 直接获取的 信息 但其实你在搭建的时候其实你都是通过官方的一个 授权去操作的我这边在解除授权的同时我也查看了一下对应的授权信息 这里我做了截图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主要是三个网盘吧这里的话是115的一个网盘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可以查看文件和增删改的 这个权限还是非常高的 让我们看 这个是百度的百度的他没有那么详细 但这里也写了 文件夹并读写数据看到了吧 不光是基础信息 这里的话是阿里云盘的 也是一样的 查看文件和增删改都会有 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去把这个授权 移除掉这样的话会相对来说 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吧我觉得 然后这里的话基本上我把目前有的方式都汇总到这边了 如果大家有其他盘的话可以到 对应的这里我放了一个官方的 临时解决方案可以去看一下 这里 打开看一下 这是一个最新维护的一个社区 后面的话应该主要是在这边维护 他这里会提供了一些 这个方案 但这里没有更新 我把下面有一些更新的也放进来了 但如果后续有什么问题可以到这边来看 然后我现在 简单来说一下这个 List项目目前的一个状态吧 然后我们 这边我打开了一个 现在这个项目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这里说一下一个比较离谱的事情 我今天看到这个消息 我第一时间先去把授权信息移除了 然后就来整理这个文章 资料吗 对吧 然后早上的时候还能看到很多的 帖子 但现在都没有了 你看到这里其实都是两天前的 这是一个小时期间这条他没有删 对吧 其实原本这里应该至少有十几页的 帖子 然后现在全被删掉了 然后都到这里来了被关掉了 你们可以到这边来看到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吧 我觉得 大家理性对待吧 这种事情我 就不多做评价了 然后 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帖子 这个达一帖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帖子的话也被关掉了 但是通过这个链接也是直接可以看到的 这个 这个的话大家看了之后能大概了解一个来龙去脉吧 我觉得 大概的情况 就是出了什么事情 然后大家为什么反应这么激烈 对吧 这里面写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有逻辑也比较清晰的 大家可以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我这里的话也不做 做介绍也不多做评价因为说实话虽然这么写但是说到我都不太清楚这里面的具体的 公司事情作者也没有发生对吧 作为我来讲 这是第三者的发生对我来讲可能 只能作为参考吧我觉得 让大家做一个参考去 看自己 怎么想因为每个人的看法想法都不太一样 我等人说 把对应的风险 暴露出来 对吧 然后自己做好防护 也希望相关的 用户也能做好自己的一个防护 对吧 这下面评论也是比较多的 这个的话大家自己去看一下吧 我这里也 不多退因为我不太喜欢评价一些事情 然后后面 再来讲一下这个 我觉得很蠢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 采集用户数据然后上报的一个代码问题 这个话也放了代码链接 我这边复制一下 这个也被关掉了 然后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些链接直接去访问看 这个的话 这里放大看一下可能会好一点 他这里面的代码就真的很蠢 你看就直接喷了开喷了 这里可以看到 这些 注释 就是如果你用过AI 比如说你用无论是材质笔记 还是其他现在很多的 AI去 尝试让他们帮忙 晚上代码补充代码的时候你会发现 这些注释就 跟这种类似吧 反正就是一些很简单的逻辑 他都会帮你备注上去 就是很蠢的一种行为 而且这个开源代码的话也太明目张胆了 就是直接就是 告诉你我要获取信息 然后我要上传 说实话 就是小白看了都得摇头吧 而且这还只是就被扒出来的一段开源代码 然后来说 目前 也可能存在没有扒出来的或者说 以后可能有更深的后门对吧 这个是谁也不知道的 所以说 对于 想继续用的正在用的我建议还是做好一定的 信息 保护吧 对吧 如果说你的上面没什么信息 也没有什么隐私的话 那其实也无所谓了 他们去 一些公开的信息 什么 资料什么 倒是也是无所谓 对吧 大概的话 这个视频主要就是来跟大家分享 宣传一下这个事情吧 我觉得 因为毕竟涉及到用户信息 然后 List其实还是用的比较广泛的 对吧 我觉得通过自己有些能力做一个 告知 或者宣传吧 一个是告诉大家 这个目前肯定是用起来有风险的 我在以前也有 做List安装视频 对吧我也会去做一个 评论置顶 如果需要去用这个的话 肯定是 需要去做一个 信息防护 你要去做一个授权考虑 你确定目前要用要授权的话 一定要确定目前 当前的网盘的信息资料 不涉及 个人隐私的东西对吧 因为肯定是存在风险的 最后的话 我希望大家理性的 看待这件事情吧 但是对于 其实 很多用户提到那些恶劣的行为 我觉得我还是要保留我自己的意见 因为有时候 还是需要 用户一起团结力量 才能 痛击 对方 对吧 也希望这个世界有一个比较好的收尾吧 最后的话 大家记得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能看到 避免造成不必要的 信息泄露吧 同时也 宣传一下 这个新的社区项目 因为目前的话 这个应该是 原项目的团队 新拉出来的一个分支吧 我记得是 后续的话应该会 这个项目为主 去维护 然后他这里也 提到了 大家可以 去宣传一下 当然了 可能就是 声音肯定还是会有的 至于说未来的发展怎么样 肯定是需要带大家一起去维护的 对吧 我觉得 多一点鼓励吧 少一点质疑 对吧 OK 那今天的 视频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